马龙在战凡震东,万万没想到决胜局出现了这一幕 解说都惊呼太高级了 2023WTT新加坡大满关赛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 各个项目基本都已经结束 而这些项目的金牌也是全让我们多拼收入了脑中 在高兴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放到南丹的决赛上 这次的决赛和去年一样,都是马龙和凡震东之间的对决 那么究竟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去年两人精彩的巅峰对决 两人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 互相也是非常的熟悉 开局双方也是毫无保留 凡震东的反手单板高质量 率先取得6比2领先 哇,这个凡手 随着马龙追回两番后 凡震东不断变换节奏拿到局点 紧接着马龙回球出界 凡震东11比6先下一局 一旋转 白短,在控制台内 比赛来到第二局 马龙通过正手取得3比1领先 凡震东再次变换揭发球的节奏 先是追平再反超至8比3 随后凡震东一个反拉直线拿到第二局局点 马龙也是非常熟悉凡震东 猜到凡震东的线路连拿2分 不过自己的一个回球失误 以6比11再输一局 第三局比赛一上来 马龙意识到自己阵地战不占优势 于是加强前三板搏杀球 取得4比2领先 凡震东这局也是非常的稳 仅仅要助对方 一直追到9比6 随着凡震东回球出界 马龙拿到第三局局点 最后马龙11比6扳回一局 经过前面三局的比赛 第四局双方可以说状态都拉满了 落后的马龙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率先取得4比1领先 凡震东没有被马龙的搏杀球拉开分叉 不断地打出高质量的反击球 追到9平 随后马龙两个正手发动强攻 以11比9再赢一局 走 哇 来到第五局的天王山之战 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开局3比3平打到6比6平 随后凡震东变正手但打不出质量 马龙率先拿到局点 最后马龙一个擦边球 以11比8拿下第五局 哦擦边擦边 第六局来到马龙的赛点局 马龙继续延续了上一局的状态 开局就以6比1领先 落后的凡震东及时调整 不断地通过防守后发制人 把比分追至8比8平 最后再通过自己反守的特长接连打分 以11比8拿下第六局 不负重望的两人打到了决胜局 双方都很好的执行自己的技战术 马龙通过前三板来寻求机会 而凡震东则通过多板对拉寻求机会 开局凡震东率先以4比1领先 马龙也是不断地变化追分 不过自己的正手命中率变得十分的低了 不知道是否是受到体能的影响 随着马龙回球出界 凡震东拿到赛点 最终凡震东11比7拿下决胜局 一个是国拼的老大哥 一个是国拼在世界的领军人物 不管今年新加坡大满关南单决赛结果怎么样 赢的都是中国国拼队 所以说最后不管谁输谁赢 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